大家晚上好 阿民日记讲述 阿民在美国每天的状态和动态和心态 现在日记其实也不是天天记 如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的话 没有什么特别的状态 动态和心态 就是上班下班上班下班 吃饭睡觉 重复 今天是周末 今天我已经憋了一个礼拜 想憋个大招出来 因为今天我出发的时候 我就跟我老婆讲 走把钱带上 我今天要去买一辆皮卡车 Whatever 什么皮卡车 只要是一个皮卡车我就买 我在CarMax里面搜索了 几个标准 第一 三万块钱以下 三万美金以下低 第二 两个门的 2 doors 就是就一排座位 没有两排座位的 两个门的 后面的那个bed 抖 美国这里把后面的那个 那个抖叫bed 床 越长越好 两个门 第一 三万块钱以下 第二 两个门 第三 4WD 四轮驱动 好了 就是这三个条件 CarMax里面符合这三个条件的 车并不多 七八个而已 我当时就想 我去CarMax 有什么我就买什么 从这七八个里面挑一个 我其实我不喜欢RAM的这个造型 公羊的造型 要不就买个Tacoma Toyota 要不就买个Chevrolet 雪佛兰的这个Selverado 实在不行就福特也可以 其实我不知道 其实福特车是应该在皮卡里面销量最好的 但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对福特就不那么感冒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喜欢雪佛兰 可能是因为受变形金刚里面大黄蜂的影响吧 因为我喜欢大黄蜂 所以我喜欢雪佛兰 所以本来今天我觉得是 志在必得要买一辆皮卡车的 结果后来还是没有买到 后面 因为我在CarMax那里买的 最后选的那辆Chevrolet 那辆Selverado 这个车它不在加州 它在外州 它在东海岸 纽约的上面 从那里到这里运过来 要两千多英里 他说你要买那个车你就付运费 但是你付了运费以后这个车来了 你买不买运费你都是要付的 我们稍微犹豫了一下 说反正一天还早 因为我们赶早去买的嘛 反正一天时间还早 是吧 不着急 再看看 反正今天是要买的 再看看 于是我们去Escondido Escondido那个地方 又看到一款 也是Selverado 跟那个Selverado是就隔了一年 同款的 但是呢 同一款车的 不同年份生产的 造型差不多 有一点小区别 那个呢 开了那辆Selverado 后面还有个盖 那个斗 后面那个斗很长 有两米多长 那个斗 非常长 上面还有盖 那盖子也比较好 这个车行驶了14万多麦 15万麦不到 好像是 14万多麦 因为美国的皮卡车 开个一般情况下 开个20万麦 就差不多是一个瓶颈了 但是我今天也看到了 一辆工作用车 开了25万麦 所以因为到了20万麦 基本上就不考虑去买了 基本上是这样子 但是也有人去买的 所以15万麦就意味着 我至少还可以开5万麦 因为工具车 工具车我不会天天开 我需要它拉东西 我就开 所以在不怎么用的情况下 我觉得15万麦 如果是 如果是我买两代步车 我就不会 绝对不会考虑买15万麦 因为代步车 我天天都要开 工具车 我需要我拉东西 我就开一下 主要是为了建那个房子用 所以呢 我觉得15万麦 也能接受 价格也便宜 价格是 1万 1万 1万6 1万6千多 加的是 咱咱咱们的税啊 费啊 各种一起 就1万8千多 好了 符合我所有的标准 那个Severado的 那个造型也比较酷 我就想买这辆车 当然它再酷 它也没有那种专业玩家 玩皮卡的 酷 因为那些全尺寸的那些大皮卡 超酷 跟秦天柱一样啊 超酷 但是我不是买个车来玩 我是买个工具车 我要拉东西 最后谈价格的时候 我老婆说 18万多 砍价 砍两千 我砍两千肯定砍不了 因为在美国不是所有的车行都可以砍价的 因为很多车 有些车行 我在这个 那个 网址上看到 上面就标明了这个价格 是不还价的价格 你要买就买 就这个价 美国不是所有东西都能讨价还价 就是这个价 你要买就买 不买就拉倒 不然中国什么都可以砍价 美国有些地方都不砍价 所以呢 这家就碰到一个不砍价的这家 但这家依然优惠了几百块钱 我们就觉得你好歹要再砍个几千 人家本来就是一万大几千 你砍个几千 我觉得这是砍中了 因为这个东西 我们也不清楚这个价格的水有多深 不还价 后来还了半天 还了半天 寝室总经理什么之类的 少一百块钱 然后后面我们就说 砍零头吧 它是一万 最后就砍到了一万八千四百 我们就认为四百还要什么 就一万八千好了 我们就说一万八 好吧 我也不砍这个几千了 一万八 你要卖就卖 不不就走了 那个人就没办法去问总经理 我们就在外面等着 等一会儿出来说 不好意思 说我们的价格真的没有利润空间 我们的二手车没有利润空间 No room of profit 没有利润空间 没有讨价还价的空间 所以 这只能是一万八千四百 你们如果觉得这个车不好 你们可以去外面再看一看 你觉得看完以后别的车好 没关系 你去买 如果觉得还想买这个车 我这个车暂时还在这里 他把话已经说了这份上了 我老婆说走 我买了 然后我们就走了 走了以后他们也没有理由 说明这个价格就是对方的底价 没买成 当时又回来赶到教会里面去 赶到教会参加这个圣餐仪式 就没买成 所以我就一直闷闷不乐了 如果是按照我的性格 我肯定就买了 一万八和一万八千五 一万八千四 有什么区别 对我而言是没有任何区别的 因为我要车有用 我不是买车来玩 我有用 我要买车过去拖东西 我要建房子 我要买 用车来拉工具 拉材料 是不是 不管我要打水也好 还是我要修路也好 我都需要一辆工具车 我 我求这辆工具车 已经求了很久了 在视频里说 我觉得我说多了 我的观众都会认为 阿明你天天扯在这些东西 我没看你 No action All talk 全是说 No action 阿明是最讨厌 那种人 只会说 不做的人 所以今天我是停下心一定要去买车 结果还是没买到 我闷闷不乐 我有一点怪我老婆 我老婆就不高兴了 你干嘛怪我 你非要买你就买呗 那我的意见你就 你就不要听呗 然后我说毕竟是买 买个车 也不是买个衣服 我要买就买 买个车也好 买块地也好 买块房子也好 买个房子也好 总得问老婆的意见吧 你不同意 我也不想去 告诉你不高兴 是吧 他说你要买你就买 之类的 所以这个车 所以又要拖到下周休息的时候去买车了 下周神仙都不要劝我 上帝都不要劝我 人党杀人 佛党杀佛 下周我要是再买 再买不下来一辆皮卡车 阿明就不叫阿明 叫阿屎 谁也不要拦我 谁拦我 我就跟谁断交 绝交 今天一天都这么荒废了 我今天的任务就是买车 我憋了一周了 一直在想等这个周末去买车 每天回去 在电脑里面都是收车 这几天我学皮卡车 我学了很久 然后回来到 教会里面 我觉得我又浪费了几个小时 教会里面 今天是盛餐仪式 有一些 因为这个教会是白人教会 但是有一些华人在里面 所以当他们讲英语的时候 本来挺好的 但是后面那个传教士在翻译 在我耳边翻译 我又不要你翻译 但是我老婆她听不懂 她翻译给 她翻译给我们听 就是翻译给我们 三个人听 但是我不需要 我就想听她讲 讲纯正的英语就可以了 这边在讲 我在听她说话 这边也在耳边给我翻译 所以我啥也没听明白 你翻译的东西我也没听明白 她讲的话我也没听明白 因为我一直在试图听 她在讲什么 我就不想听你在翻译 但是你耳边就嗡嗡嗡 整个圣上仪式 我觉得我坐在那里打瞌睡 所以今天一天是存荒废 存浪费了我一天的生命 我的一天的时间被kill了 被杀掉了 人家说 你浪费别人的时间 你就等于是谋财害命 因为生命是由时间组成的 而且别人本来可以活 大家比方说别人可以活 70年0364天 你到了第363天的时候 还不到364天的时候 你把别人杀了 别人还可以活一天 结果你把他 到提前就把别人杀了 一样 你把别人的一天生命杀掉了 等于今天我的一天生命 没有了 没有产生任何价值 我今天也没有上班 所以没有产生任何价值 也没有执行任何事情 花费了一天 小明我很不开心 小明我很不开心 很生气 我想分享一个 一段对话 是关于我最近我弟弟有时闹离婚 然后我妈妈就想阻止这个离婚 然后我老婆就问我 说你妈很自私 说弟弟跟他老婆关系又不好 关系不好 两个人就合不到一块 他们就应该该怎么样 是吧 你妈为什么要干涉别人的婚姻 说你妈很自私 然后我想了一下 怎么就回应这个问题 我就说 人就怕换位思考 我就说 就像你妈希望我们两个好一样 请问这是自私吗 她无言以对了 我说这不是自私 这是一种期许 一种愿望 谁都希望看到别人的夫妻是好的 但是当别人的夫妻不好的时候 其实我妈也没有办法 但是她只是表达一种期望 希望而已 如果我弟弟就觉得 不行了 你该怎么样怎么样就好了 你不用考虑别人的希望 是不是 你不是活在别人的希望当中 你有你的事情要处理 然后我转过来 就反问我老婆 我说我在你眼里是不是很自私的人 我说是啊是啊 你是个很自私的人 因为我弟弟也说过 我是个很自私的人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 我自私在你们看来 无非是 我有我的目标 我忙于我的事情 不能顾及到别人的事情 所以这就是自私嘛 对不对 而大部分中国人 对自己的事情没有主见 对别人的事情却很有建议 大部分中国人是这样子的 对自己的事情没有主见 拿不定主意 却对别人的事情很有主见 你应该这样 你应该那样 自己应该什么样 不知道 那别人也 别人也是一样 别人自己的事情 他搞不定 他关心你的事情 过问你的事情 却很有热心 对自己的事情 却没有热心 有时候我会跟我老婆讲 Mind your own business Focus on your own business 关注你自己的事情 不要去管别人的事情 跟你有什么关系 中国人都很无私 你的事是我的事 我的事是你的事 什么是你的事 什么是我事 没有 大家的事 然后就扯脊子暖蛋 每天扯来扯去 互相 我为你好 你为我好 全都扯暖蛋 霍西尼在那里 每个人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就像有句话叫 修身齐家 什么治国平天下 你先把自己的事情做好 你有多余的钱 你有多余的智慧 你有多余的精力 你再去关心一下 适当的关心一下 别人的事情 以一颗同理心 去关心一下别人的事情 就可以了 不要自己的事情 都没有做好 去关心别人的事情 很可笑这样的 好了 今天又发一杯牢骚 拜拜